观察市场行为,品位,多工变化,到到之前,财富加免 大家好,欢迎来到JBCrypt.me 目前比特币已经有效地上破了阻力区,两三一线 目前有开场预期,你又以为牛回速冠了吗?牛是回来了吗?还能上场吗? 卧槽,好,如果你喜欢的话题,那么,我们太讨 那如果你是这样第一次上网的视频的话,请点击我们第一个链接加入社群 一些分析内容和一些关键补充到里面,欢迎关键 好,在这里,一些最急的消息补充关键资讯 各位发展群组,看我们的BIB群组,想要的话可以视讯我 好,登记视讯,那么带过,当前旁边看一下 回到当前位置,我们会有一个最科幻角度的探讨 目前能看空吗?答案是不行的 那目前牛是来了吗?答案也是没有的 好,我们来探讨结果的话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到,回到日线节目来看 日线上来看呢 首先需要知道,日线来看,当前位置的话 这里,上部阻力区 阻力区高点哪里 两个三线吗?我们看一下 两个三线 这里我们标注起来 大致上也就是档区间的,我们看一下 大致上也就是这样的位置吧 OK,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标注一下 好,这是我们的支撑区 好,那我们把这样一个高点删除 那目前来讲呢 已经突破原本阻力区 阻力转支撑 如果财问的话 后续是有上行预期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哎,涨了几段,牛是就回来了 对不对? 所有这样的观点都是起于什么 空头一再止损 发现做空得到利润了 开始说要做多了 大家都这样子嘛 一路做空,做空,做空,做空 一直突破,突破之后呢 上面,哇 终于不做空了 开始开多 刷开多 我们看到3万 看到4万 OK,不现实 所以先了解啊 我们看一下 也像日线 日线来看呢 我们需要了解到 日线 这段时间呢 它的趋势,我们看 放量的阴线下来 放量后呢 后续盘整整理有多久 整理的大概有 34天突破 那目前来讲呢 突破这个区间呢 请代表说 诶,我们这样的整理区 它的结果 并不是向下突破 而是向下突破 多头再持续增强 对不对? 好 甚至说呢 我们这样看好了 比如说我们往前看 这里 这里有一段整理区嘛 整理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样 然后上破 对不对? 上破之后 卧槽 做空 止损了 哇 该开多了 后续的确 有后续持续上涨 但后续呢 价格在上方 又构足头部 对不对? 又再次构足了头部 后续才下跌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看好了 这里的话 这边有一段时间的 诶,整理 后来上破 上破之后呢 在更高的位置呢 构成一段时间的什么 再次盘整 然后呢 又下破 构什么? 双顶结构嘛 双顶结构 顶部 左顶 比右顶高 右顶比左顶低 顶部下降 跌破景线 延续 这里的话呢 看出来啊 上方这边是有一个派发 这边是一个支撑 呃 吸筹吧 如果你短期来看 至少短期的周期来看 吸筹 拍发 跌下来 再次试探低点 底部 然后呢 诶 或者支撑 上涨延续 所以后续啊 构构上涨到后 再跌破下来 然后你把它定义成一个更大的区间 诶,把它定义成一个 从这边阳线出现之后呢 你把它定义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整理区 大整理区里面呢 有更小整理区 小整理区 整理区 这里呢 诶 验证支撑 然后呢 把它看起来更大箱体 所以它的流程是这样子 过程中呢 在这里 重新累次逻辑啊 看 突破结构 哇哨 牛回树龟 暴涨了 牛市来了 看到玩耳 看后续 上涨之后 的确上涨了 构成头部 再次下跌 这边呢 画出一个 诶 一个跌破的 诶 上方出货结构 出货结构 卖盘 买盘强 所以去跌破了 然后去看 诶,这边就有个对等结构了 这边有结构 这边有结构 诶,出现阳柱 然后呢 非常强 它的一个 需求非常强 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里呢 你可以把它定义成 诶,这里有可能构成一个区间 也有可能怎样 你把它看成一个更大区间 更简单一点 看成更大的整理区 高点在四万五千 四万五左右 那低点呢 在三万三 三万四一千 好 所以 它的过程是这样做一个定义的 然后拉升之后 拉升上涨 再次下跌 然后验证了 诶,二次往返 一、二 再下来 所以他目前来讲呢 就是构成一个 震荡区间 宽幅震荡 好 那这段走势 我们复习过了 那回到当前 当前未知探讨 熊市的下跌 并不是一触可及的 都是需要准备的 跟游市一样 上了一下准备的 这里呢 有要求的准备 对,然后呢 然后怎样 然后下破嘛 然后下破了 下破了 下破了 下破向底 然后延续吧 那目前当前未知来讲呢 诶,这里是有构成一个什么东西 诶,有个结构吗 有个结构 而且 当前未知呢 是有上破之下 你看 已经上破了 好 是目前讲的 你要做破吗 但是 条件是不完备的 而且逻辑也是不完全的 你要做空的话呢 风险非常大 要风险非常大 你有可能需要扛到2万5 扛到2万6 那这段亏损呢 如果你要做空 你愿意扛的话 我没见 那如果你不愿意扛 你想要等来更好的机会 更确切逻辑 更完备的一个思维方式 做一个进场的话 当然你需要等待 对不对 需要等待 这段时间呢整理 底部是有经过抬高的 你看 底部抬高 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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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低点是要抬高的 情况下呢 目前来讲 当前位置还是不能以个过度空的角度参考 当然 需要了解到 目前还是空手趋势没有问题 日线来讲呢 高点只要没有突破这高点 哪一线呢 高点只要没有突破 32383 那么它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空手趋势 好所以目前来讲呢 当前位置 突破土地区 还是比较看涨的 所以没有问题 如果要做短多可不可以 是没有问题的 做短多 你的支撑怎么放 你可以放在 比如说我们这个支撑区的下方吗 你可以 比如说放在 这个阳柱低点 两万二 你的支撑比较宽 放太近的话也没办法 放太近的话 他如果说没有跌到这么低 跌下来回测 再让涨有没有机会 有可能 所以如果你直撑放太近的话呢 直撑放太近 可能会构成一个比较无效支损 所以直撑之后呢 价格没有预期下跌 而是都上涨了 对不对 所以目前来讲 还是回到重点 当前位置 既然是看涨 那看到哪里 看到四万吗 看到三万吗 但没有 准备再强调一次 准备的时间不够 这里 再强调一次 我们日线级别来看 日线级别来说呢 这根阴柱放大跌破下来看 它是跌破什么啊 我们这边两万八线嘛 对不对 两万八线 二八八零零 跌破下来 日线有跌破迹象 出现超大供应 二六五五 放量灌破之后呢 后续构成一段时间整理 这个阴线出现之后 从这里开始算 出现了三三点一个盘整 三四点盘整 然后呢 反弹 那当前位置的话呢 这一根放量的阴线 看来下 二六五五就非常关键了 能不能回到这上方呢 OK 我们探讨 继续探讨 但是呢 我个人观点是 它要回到二六五三方 是比较困难的 你大说起来讲 它是一个什么 放大跌破了一个日线级别的 开盘价 二六五 大概会是比较难回去的 好 所以当前位置的话呢 如果 在上方构成 其他的一个顶部结构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整理嘛 这边有一段时间的整理 是不是 这边有整理 假设说 我们在上方 如果这里 以那个形式构成一样的一个整理区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 然后呢 整理之后 够人头部 跌破了 下的延续嘛 对不对 后续的话呢 再看到它能不能止跌 至少短期来讲 至少短期来讲 没有一个看空的预期 为什么 因为阻力被突破嘛 极边的熊市 但是阻力被突破 尤其是四小时级别的直率突破 突破阻力 代表说后续 大概的价格呢 要再次跌破阻力 是需要另外的一个行为 另外的卖盘去引导的 当然 这并没有出现嘛 如果后续出现这样一个结构 诶上方出现整理结构 然后又下破了 然后下破了 假设我们高点自在 假设两万五线好了 诶这边构成一个头部 然后呢 诶震荡震荡 一段时间之后 诶高点逐步降低 然后啪跌破 那现在延续嘛 那后续出现之后呢 再做进场 或再做比较大级别的空单 长线宽端布局 当前位置你做长线宽端布局 是不符合逻辑的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重要性 除了2655我们需要注意 2655 这个价格需要注意 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我们看一下 从 这一轮的高点 三万二线 划下来的话 从最高划下来 到最低 大概在一万七千 五百六七左右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回测位 回测三八二 三八二回测在 三二二二七 看一下 三二三二二七 这个价格 目前来讲是三八二位置 三八二位置呢 目前来讲 有突破迹象 如果说被突破了 那我会暂时 如果观测这个 贝马拉奇的话呢 我会关注哪个位置 我会去关注 这样的价格 二四九七五的位置 0.5的位置 这边会去关注 好 这里的话是0.5的回测位 大家就 做起来讲呢 会是一个有可能预阻的情况 好 那么回到短期啊 四小图啊 四小图来看 通常呢 画这回测会有两个画法 有的时候这里画 有的时候 轨子从这里开始加速嘛 所以这样的话 都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这样的话的话呢 0.5的回测 就是大概24656左右都可以 基本上你用这高点是抓这里呢 或抓这里 都是可以的 差异不大 重点是关注 突破中的关注0.5的位置 虽然我们需要注意了解到 废话去回撤 0.5,0.8,0.6,8 它并不是一个实际筹码换手的位置 所以它的支撑阻力有效性能 是需要被验证的 你说我们0.5可能会出现前阻力 但是它并不一定有前阻力 因为你看 下跌过程在0.5的位置 它是非常快速的跌破的 并没有经过太有限的一个停滞 好 所以我们回到当前的图表 当前位置的话 注意0.5,24975需要注意 382哪里 23227需要注意 好这是我们短期战需要注意的点位 好 目前来讲呢 还是一个看空的角度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需要做一个怎么讲 经济下我的言论 看空角度是什么 看空角度是以日线级别角度做一个探讨 切入的话 它一样看空 或什么 这么大级别的区间被跌破 对 跌破了 跌破了吗 那这样的反弹 连续多远 对不对 你觉得牛回速归 现实吗 并不现实 所以日线来看呢 它是一个看空角度是没有问题的 no problem 没有任何问题 那短期的可以做后吗 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至少短期来说 4小时级别的一个压力都会突破了 所以短短期的图 看涨 但大级别日线以下图表呢 都是看空的 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边B 那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看一下 当前位置看一下 目前以太坊 我们把一些 比较不必要的一些 一些价格做一个删除 大级别来说 上次来讲 1700一线 这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的位置 1728 附近的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看到日线级别 中级别都可以 称呼的多次 123 4567 称了大概7次左右 最后被跌破 跌破了 下跌 后续构成整理 拖手机去 1280 暴涨 那当前位置的话呢 你能看多吗 能看多 但是是什么周期看多吗 日线看多吗 并不会 并不是 短压说呢 还是 你看大陆下讲 还是一个完整控制局势 还是完整控制局势当中 你不能做一个 过多看多思维 是不能这样做的 所以短期来讲呢 短期还是偏涨的 但是你需要了解到 目前呢 上方阻力区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果看一个 斜波形态 斜波形态 如果从这边看的话 加速下跌的起点 大概1918左右 画的低点 大概是879 那这里看一下 7886的回车位 1696到1800左右 这个位置呢 又蓝色的表主 它是有一个潜在的 先步形态的 所以我们去关注 密切关注这样的结构 它会不会到达 到达这样的价格 会不会到达这样的 1700的位置 好 我们需要注意 潜在的位置需要注意 以下方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逻辑 就分享一下 所有的熊市上涨的 过程中都会有 牛回速贵的想法 我们需要 更去客观的评估 了解这样一个市场概念 整理一个月 你能引出多少趋势呢 你顶多撑死的 也就是涨一个月 攀成一个月之后 下破 还是构成其他结构 比如说我们这里 在这边构成一个头部结构 比如这里 夹在这边构成头部 然后呢 下破了 后续的回测 日线级别支撑位 你看一下 如果这日线级别支撑位 日线级别比较大支撑 是哪一线呢 你看 验证多次的位置 大致上也就是 1033的位置 这里是 大概率回测 会去触及到位置 我看周线的话 如果你看周线 周线级别来看 这里也是周线级别看 下跌后 我们就聚观角度来看 今天整理这么久 下跌这么远 这里只有整理三根周线 你觉得这逆转趋势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有什么想法 比如说我们 我最近看到很可爱的想法 比如说 这里 1700被跌破了 日线来看 1700被跌破 那么这里呢 构成一个大级别的 大级别什么 哇操 正仓 正仓之后 跌破盘整 牛回速归 对不对 好吧 我也希望这样子 困难难度非常高的 还是不要不太不太过不现实啊 懂我意思吧 整理就一个月 你觉得能长多远是不是 好抛开这些牛市 还在想吧 目前来讲的 并不是 一定要背光 一定要看空 或怎么样 短期来讲 是看多没有问题吗 那日线来看 突破主力区 这个主力区被突破了 主力区被突破 我们看一下 1280被突破 突破之后呢 你看 后续能突破吗 不行吗 因为价格 这个整理区被突破了 整理区被突破 代表说 这段线的整理 有结果 就是看涨的 那是拉伤后呢 你要做空 你需要等待 另外的头部构成 比如说4小时级别 敲4小时 比如说 验证上方的一个主力区 验证主力区 验证1700处几道 构成主力 在上方构成 这样一个 假设说构成头部 然后再下跌嘛 目前讲 有这样结构吗 并没有 并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看空的话呢 至少做大级别空单的话 你需要等待 这样一个结构 或是明显 在高位盘整 盘整出现 高点降低 供应增强情况 那么你都介入嘛 对不对 卖盘增强 目前来讲 还是买盘主导 短期是什么 对不对 短期有买盘 是要有级别 短期买盘主导 日线以上级别呢 是有什么 还是以空手趋势为主 所以需要了解到 短期来讲 还是看涨的 但是大周期 是熊市背景 没有问题 好 观点表达非常非常清楚 短期来讲 牛回速规想法 请你抛弃 还是 更客观解读市场 会是比较符合逻辑 更现实的 好 如果喜欢的分享的话 请我点个赞 就是对我最大支持了 好 我们下期课见 拜拜